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子 歡迎回來BRASBREAD ROBOT傻的海賊王 好了,這種更新過後 有好多東西要幹 今天我們來幹那個 新的劍吧,穿帽 OK,聽說還算容易拿吧 不會算太難 好,在拿之前 看看可不可以抽股 喔,春天 接下來我們去那個新的島嶼 TK Outpost 這邊 我們需要先解那個商人的飾品 好,這邊啊 有個鯊魚商人 OK,跟他說話 要先製作這兩個飾品 然後才能解鎖第三個 可以製作一個類似傳矛的東西 需要那個東西我們才能獲得 那把新的劍 好,第一個是牙齒項鍊 我已經可以製作了 上一次已經打了那個鯊魚王 他掉了這個變種牙齒 然後這是小鯊魚會掉的牙齒 來,做看看 鯊魚項鍊 這個加什麼屬性 還蠻好奇的 大家看看 喔,好漂亮喔 可以吧 喔,加乙數啊 20% 10點的衝刺距離 增加25%的傷害 對於海上事件 25%很多耶 呵呵 我那個P4也只加10%傷害 而且這應該是所有 不管是劍或是果實吧 這樣子打海獸那些應該會很好打 感覺還不錯 用這個來刷海上事件 正好我需要刷大量的海上事件 另一個我看一下需要什麼 另一個是恐怖下惡 恐怖下巴 這個也是要打鯊魚王啊 鯊魚的眼睛 還有他的牙齒 然後這個黃金是打那個 幽靈床會掉了 好吧,看我們要刷鯊魚王了 我換一個種族啊 換個吸血鬼 然後大樹這裡 那個礁石區好像被刪掉了 呵呵 那一次玩還在 OK,可能是Bob啊 這麼快會修復了 現在的話我們要去新的島嶼 OK,他的後面 這邊 是礁石區 然後換個大佛 打鯊魚王非常的好打 非常的安全 拳法的話就用魚人拳吧 好吧 然後買一個最貴的船 Let's go 出海了 咳咳 哈囉 啊,隱藏島 這時候刷個隱藏島 OK,其實現在隱藏島 感覺出現率更高 如果你到達五級的話 四到五級 海上世界的出發 概率更高 不是要等太久啊 之前我都掛超久 有時候掛半個小時 都沒出發海上世界 哇,這什麼鬼 瞬間移動過來 嚇死 欸 卡了一下 好,這個是 閃電翅堡 這個好像沒什麼用 喔 小鯊魚 小鯊魚 不堪一擊 哇,傷害超高欸 我戴這個項鐮 打這個鯊魚超快 鯊魚 鯊魚 歐買一個 歐買一個 被鯊魚打死 OK 我覺得還是要換個魚人 歐,來了 歐,來了 這你好好久了,鯊魚王 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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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OMG 一開始我就 要過世了 讓我的船躺一下 好 來吧 把他吸引過來 OK 吸血 吸血 他離船遠一點吧 他怎麼會 跳起來 NONO 開始了 開始了 吸吸吸 吸吸吸 吸血鬼 打這個還蠻安全 啊 又是牙 好 來了 OK 先把他吸引過來 掉吧 眼珠 Let's go 怎麼又是牙 好吧 還是沒掉 沒想到刷這麼久 等個眼珠啊 這是什麼顏色 紅色的 應該一定要有眼珠 天氣好糟糕 come on come on 給我眼珠 Let's go 終於掉了 恐怖下2 然後應該 可以製作第3個了吧 怪物磁鐵 喔 兩個眼珠 oh my god OK 還有這個東西啊 然後再去打那個鯊魚 鯊魚王 就可以獲得新的武器 船貓 我先看一下這個新的 飾品 感覺又蠻帥的 是不是很明顯 看一下屬性 喔 10%的劍傷害 OK 減少10%的CD 20%對海上世界了 減傷 200 能量200許 好吧 這個就偏向於防守 20%的減傷很高耶 加上我大幅10%的減傷 我的船 完了 我船回來還可以打 嚇死 Let's go OK 可以做了磁鐵了 一個人的話燒好久 材料都夠 Let's go 磁鐵 OK 有了這個 然後再打多一次那個 鯊魚王 好像是有概率就可以拿到 船貓 這一次三級就出現了 哇 兩隻 不是吧 先打這一隻 一隻紅色一隻 藍色 喔 還是沒掉 喔 這一隻 醒過來 OK 這隻是 橘色 喔 可以說一個稱號 靠 我還會掉了 喔 兩隻 完了 完了 啊 兩隻就吸引過來了 這樣子有點危險 OMG 還是得也覺醒 喜穴 拜託了 我去 我去 喔 兩隻 太難打了 會打不過 喔 來了 OK 這好像是一般的鯊魚王 他應該是要特殊的鯊魚王 才會掉 所以這個應該是不會掉 怪物磁鐵沒有提示 好 我們還是把它打死 OK 喔 這是特殊殺 我看見了 他那個提示 而且尾巴有一個 船毛 好吧 這不能死 我看見終於遇到了 有概念會掉 好像不一定會掉 但是消耗了我那個怪物磁鐵 OK 差不多了 拜託 掉一掉 不知道機率多少 不然我要做一個磁鐵了 來吧 噢 掉了 掉了 終於 我拿到了船毛 好吧 磁鐵被消耗掉了 看一下新的船毛 OK 傳說集的劍 應該 喔 好帥喔 浮光好像有點慢 哇 總比他有魚來攻擊我 好 拿這個魚來練練手 他的攻擊音效也是那個 魚人圈的音效 水的聲音 好 瞬間升到93的 不知道殘害多少 Let's go 2328 開骨裝色 27 非常的高 算很高了吧 而且注意下還會衝刺 有一段時間間隔 不是很舒服 雖然魚人圈的音效很爽 OK 學會了一技能 這招叫做 颱風投擲 今天這個範圍超大的 看一下 颱風投擲 按著 59 這傷害很高 CD也算快嘛 畢竟是一技能 然後範圍很大 嗚 這根本就是 諾諾果實的C技能 轉轉轉 然後把他打飛 真的一模一樣 應該是可以選擇投資的方向 喔 可以 把他投來這裡 這邊 把他丟來這裡 然後敵人也會飛向那裡 還不錯 序里的話 就馬上把他投過去 也可以把他當作一個遠程技能來用 看 這樣子 只是有點延遲 還要轉一下船嗎 如果他當作遠程技能的話 比較難打中 索性的範圍 算蠻大的 OK 採燈 Let's go 來了 這個是 護盾破壞者 看啥 應該衝刺吧 一種大腦的姿勢 Let's go 噢 換很多嗎 打了兩個人了 護盾破壞者 五千一 其實還算蠻遠的 OK 衝刺技啦 然後配合一技能 應該還可以打出不錯的空母 先二技能過去 然後一技能 馬上被他打到了 被打斷 好吧 雖然不是很華麗 但是很實用 還有二技能 一技能就非常的華麗 台風投掷 破壞破壞 還不錯啦 五千多的傷害 算是非常高的傷害 目前傷害來到二千九 OK 終於練到三百五 好難練的 我們去強化看看 強化一下 看看下傷害可以到多少 OK Let's go 10%的傷害 現在普攻三千二 算是蠻高的 看 這傷害 然後一技能 com 有一點誇張 二技能 護盾破壞者 5600 好不好 我們來覆磨一下 OK 用了一個免費的覆磨 我喜歡寫材料 課金附魔也太貴了 強化過後就可以附魔了 附魔的 船矛 看下有什麼好的屬性 Let's go Come on 剪CD這個好 還是二級了 增加對面PC的傷害 這根本來練得很好 剪CDPP很有用 9%的CD非常的多 看 非常的快 如果配上賤人帽的話 不是賤人帽 陸甲帽 這給我剪12.5%的賤的CD 不知道可不可以點擊啊 看一下 有變快嗎 看這 有吧 有一點感覺 不知道附魔的上限可以到多少 目前最高也只能等級2 更新過後有非常多的玩法 還有新武器 非常的帥 好吧 今天我們先玩這把 謝謝大家收看啦 如果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喔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